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沈松浩同修与我们分享 被医生诊断为血癌 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沈同修 通过心灵法门身体康复好转 幸运地解决了骨髓配对问题 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君宏台长 感恩大家 在2017年2月27日这一天 我被正式诊断罹患了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血癌 当天也被通知紧急入院 看着周围的病人也没想过 我也有这么一天躺在这里 隔天就被送到血科部门进行骨髓穿刺 那种刺入骨髓的痛 现在依旧清晰历历在目 组织医生也对我和我的爸妈进行疗程辅导 以及对白血病更深一步的了解 但那时的我们 犹如大浪中的小舟 不知方向也没什么信心 当天也马上进行测试性的化疗 因为白血病不像其他的癌症 并没有明确的化疗药 对应相对的病人只好一一测试 癌症就像个噩梦闯入了我的生活 我的生命就像倒立的沙漏 开始进行倒数 第一次的化疗并没有起到明确的作用 所以医生就开始第二次的尝试 化疗期间 我接受了脊椎穿刺 在脊椎下方 通过针筒把化疗液打入脊水管 疲惫的身躯 震痛了头部 我无力地看着天花板不停转动的风扇 心里默默祈求 谁能减轻我身上的痛楚 突然 我忽然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似的 想到我的同班好友赵师兄 依稀还记得 在班上时 他告诉我 心灵法门三大法宝的神奇妙用 也告诉我很多奇迹的例子 联络了赵师兄后 爸爸就到临近的School Day共修会 了解心灵法门 很感恩地认识了姓师兄 他也为我们解答许多不明的问题 也呼吁我们参加各类心灵法门的活动 我也很感恩 我与心灵法门的缘分 才能让我如此深信此法门 就这样 我也开始了我的功课与小房子 因为不能出院 所以只好让爸爸为我放生 我也是个素食者 心里有了寄托 像是有了神奇的力量 让我对抗化疗与副作用 化疗期间 我的胃口很好 也并没有呕吐等副作用 而且也很顺利 第一次的化疗结束后 进行骨髓测试 报告出来显示癌细胞指数 在5%以下 活下去的欲望更加强烈了 心里非常感恩 那么大慈大悲 观星菩萨 一年六次的化疗 我的身体并没有明显 他人所说的脆弱 也没有胃口 虽然身边也有许多 一起奋斗的病友离我而去 但我也愈驾静静 感应观星菩萨的大慈大悲 让我留下来 做更多有益众生的善事 进行下一步治疗之前 得知台长 将在吉隆坡开法会 受到这消息的我们惊喜万分 能在移植之前 参加大法会 都是观星菩萨妈妈慈悲的安排 因为 能在移植之前参加法会 是观星菩萨妈妈慈悲的安排 参加法会时 爸妈都非常担心我们的健康 我的健康和安全 因为现场人山人海 我的抵抗力太弱 怕会细菌感染 但一切都非常顺利 我们都发起充满 化疗后 就是骨髓移植的部分 我是个三胞胎的家庭 但姐姐妹妹的骨髓配对 与我并没有达到标准 只有25%的几率 早遍了马来西亚骨髓库 与拥有庞大40万笔的慈祭骨髓库 都没有一位与我配对成功 但我并没有放弃 心成了像 那么大慈大悲 观星菩萨 祈求 让我能成功进行骨髓配对 我也时常到观音堂祈求 爸妈家人也静静祈求 大概一个月后 医院来电话了 这消息打破了现在僵持的状态 成功找到了配对者 而且是远在西班牙的坚水者 医生也告诉我们 海外搜悬的几率是如此的低 但最后还是成功了 真的是奇迹 因为现在依旧有许多患者 并没有骨髓配对成功 而永久的离开这世界 我们都感动了流下的泪水 感恩伟大的观星菩萨妈妈 如此的灵验 不曾放弃成心祈求的众生 我出生自不富裕的家庭 而海外骨髓需要庞大的费用 达到二十万马币 但我们的心依旧不沮丧 成心祈求菩萨希望能筹到募款 我的朋友老师 依旧慈悲善良地在我的家乡 进行募款 一天后 我们惊人地收到募款的消息 通知我们已达到目标 若此刻还相信一切都是偶然幸运 那就是愚痴 我和爸妈都相信 那是观星菩萨妈妈慈悲的安排 来到了古时移植的阶段 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五十 心里依旧忐忑 但不安的情绪 不能让时间停止 以之前 我许愿了四十九张小房子 心里依旧诚心祈求 大慈大悲的菩萨 能让我顺顺利利地完成移植 六次的全身性电疗 与两次的化疗 我都顺利通过 并没有其他人所说的危险与副作用 虽然期间只有部分的口腔溃然 但也能够忍耐 骨髓也顺利抵达吉隆坡 国际机场 也顺利地移植到我的身体 移植后 就是最关键的阶段 白血球指数为零 非常容易被细菌病毒所感染 因此要非常地注意 一天晚上 梦到我躺在大海上 贺掌念出这么一段诗词 有情来下众 因地果还生 无情亦无种 无性也无声 后来经过东方台的解答 才得知是尊敬的台长 路我梦对我加持 直到今天 我能够站在台上 向你们述说这些事迹 依旧无法想象 如果我没有菩萨心中流 天天口中念着菩萨 我并不可能 依靠自己的能力 走到今天 感恩南无大师大悲 观心菩萨 感恩卢西红台长 感恩大家